3月8日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消息称 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 乌克兰准备就集体安全保障 顿巴斯地区和克里米亚的未来等问题与俄方进行对话 泽连斯基说他已经多次谈到北约 并公开向俄罗斯和普京总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受来自必须确保乌克兰国家安全的相关国家的保证 俄罗斯也在这些国家之列 因为俄罗斯是他们的邻国 他还表示 乌克兰未来必须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邻国 以及美国 法国 德国等国家签署集体安全协议 3月8日 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了禁止美国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行政令 其中包括禁止进口俄罗斯原油和某些石油产品 液化天然气和煤炭 禁止美国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新投资 禁止美国人资助或支持在俄罗斯投资能源公司等 同时 拜登表示 此举将直接影响油气来源及进一步抬高能源价格 他谈称 美国也会因此付出代价 他将继续努力减轻因能源价格上涨给美国家庭带来的压力 并减少美国对外国石油和化石燃料的依赖 美国政府已经承诺在本财年释放超过9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 美国政府也正在与一系列能源生产商和消费者 就可以采取的进一步措施进行对话 以确保稳定的全球能源供应 3月8日 美国有多个州表示 正在考虑撤销枪支拥有者在公共场合 隐蔽携带枪支之前必须获得许可证和必须进行过培训的要求 自从美国阿拉斯加州成为第一个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 允许枪支拥有者在公共场合隐蔽携带枪支的州以来 美国另有20个州也相继废除了枪支许可证的相关要求 2022年 阿拉巴马州 乔治亚州 南卡罗莱纳州 印第安亚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立法者 也在考虑撤销隐蔽持枪许可证的要求 执法部门对此表示反对 认为允许更多人在公共场所携带武器 将加剧已经令人不安的枪支犯罪激增的情况 枪支安全组织指出 多项研究表明 削弱枪支许可制度的州可能会面临凶杀和暴力犯罪率增加的情况 据CBS LA3月7日的报道 洛杉矶警方称 两名男子涉嫌撬车偷钥匙用快递查找地址 随后直接入室抢劫 被撞见后开着一辆银色宝马5系逃离 车上挂着一个纸座的牌照 上面写着太平洋 目前正遭到警方通缉 案件发生在周一早上8点半 案发地点在影视城的巴布科克大道4200街区 房主说 两个戴着口罩穿着帽衫的人闯入了他们的房子 一位邻居称 这户人家的一位家庭成员去看医生时 两名男子闯入了他的特斯拉 在他的车子背架里找到了钥匙 随后打开了车子的后备箱 发现了一个写着他地址的Amazon快递包裹 据这位邻居说 这两名男子随后按照包裹上的地址 来找到了受害者的房子 并用汽车里偷来的房子的钥匙轻松进入 这两人可能并没有预料到家里还有其他人 房主也做出了同样的猜测 警方称嫌犯在犯案时使用了手枪 有警官表示 有时候嫌疑人会把安装有很多监控摄像头的房子 作为盗窃目标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有很多安保措施 那里面肯定有值得保护的东西 此案中一些财务被盗 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苹果公司3月8日举办春季发布会 发布了全新iPad Air 新产品在多方面进行了升级 搭载M1芯片 搭载1200万超广角前置摄像头 网络支持5G 64GB和256GB两种存储 售价599美元起 此外 苹果还发布了Mac Studio和Studio Display 性能方面有搭载M1 Max和M1 Ultra芯片两个版本 售价分别为1999美元起和3999美元起 手机方面 新发布的iPhone SE外观和上代没有变化 但搭载了A15仿生芯片 内置6核CPU支持5G网络 售价429美元起 iPhone 13系列也推出了新配色 iPhone 13和iPhone 13 Pro均新增了新颜色 苍岭绿 本周五接收预定 3月18日正式开售